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午夜广场哲学有计论 我是主持人陈希敏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捐钱和让座 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呢 我们先介绍我们的拍档 有Samson 大家应该很久没有见过他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岩叔 还有很喜欢讨论爱和责任的阿軒 是 很有爱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试过在街上走着 突然有人冲出来截着你 跟你说 给一些照片你看 你看到很多很惨的非洲小朋友 又没水 又不够营养 就快死了 你肯不肯每个星期拿10元出来 你就救到他了 你肯不肯 我经常觉得 我应该如何比他们好 但我在香港也是最惨的一批 我经常觉得增值八十通 50元起跳都很惨 我经常想增值20元不给我 50元 虽然我比他们好 但会不会有些比我更加有能力的人 应该要捐钱呢 如果是要捐钱的 是不是不是我呢 你要问都不是问我 你问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 要不是做什么呢 是的 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时候 我们这些捐钱行为 一般人觉得 你有能力 就是想去做 你没有能力 我会硬要你做 随心吧 随心吧 那我就随心随不了 不过我们知道 今天选这个题目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是 原来在哲学界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论证 就是一些说法 似乎有机会 我们不仅仅是随心 觉得一随原来 再有能力才捐 正确是 我们有责任要捐 尤其是当你是 一个比较发达地区的人民的时候 你有这个能力 你是要捐的 你不想的话 但你都应该要捐 是的 不想都应该要捐 不是出于爱那么简单 是出于责任 你有责任要捐 不是纯粹你有个爱才要捐钱 那跟我们平时日常的想法很不同 正确是相反了 这个很出名的哲学家 就叫做Peter Singer 就是唱歌者的Singer 我整天喜欢翻译外国人的名字 比得唱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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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Sulmaker是做鞋者 他讲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我讲一个很快 就是 他说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你走过一条河 或者一个湖边 或者一个水边 可能你很无聊 可能你刚刚 我写一句 你刚刚入了朋友吃火锅 那你刚刚 你见到小朋友 掉到水里面 将要浸死 你见到他将要浸死 愚子将入井 是的 愚子将入井 而且不是炸锅 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想想 你有没有责任去跳下去救他 当然第一 就是你入了朋友吃火锅 第二 他就说 你还有其他代价 例如你会整湿的衣服 可能你去不了下一场 或者你不想整湿的名贵衣服 他就这样想 如果有个人 他因为不想整湿自己的衣服 而不肯跳下去 救那个将会浸死的小朋友 无论他死了 没有死也好 他说这个人 是违反了 他应该有的一些责任 或者义务 他在那个时候 就是他再唯一个 在河边或者湖边 有能力救那个小朋友 你是有责任去救他 如果是为了区区的代价 你当然有代价 譬如你会整湿的衣服 譬如你会迟到朋友吃火锅等等 但是你为了这些小小的代价 而不去救他 你是不对的 就是违反了你有的一个道德责任 你的道德上是错的 接着他就想说 其实这个案件 是和我们不肯捐钱 去给那些第三世界国家 去救助那些小朋友 是差不多的 因为对于一个法达地区人民来说 其实我们的收入 虽然我们在我们里面 属于低湿位群 无论你什么收入都好 你只要捐收入的一小部分 其实已经救了很多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名 而这样也不肯付出 就正如一个不肯整湿 或者不肯打哪里迟到 而不肯下水 救个小朋友 其他人是一样 是道德上是错的 用广东话来说 就是见死不救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parallel的位置 有些不同的 感觉 Samson好像是有个 他对比 再有个详细一点的论证方式 其实如果刚才 严肃那个是 Pierta Synger自己举的例子 他exactly再写清楚一点的论证 他有两三个很简单的前提 而他认为这些前提 大家都应该会同意 譬如他第一个前提就是 因为贫穷、饥荒 或者医疗事故 而令到一个人死亡 或者suffer 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受苦 受苦是不好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一个人有能力 阻止一些不好的事发生 而他只需要犧牲好少 也不需要去做另外一些 道德上错的事 例如去杀人 这样的话 你就有责任去阻止这些坏事的出现 如果你接受这两个前提的话 再看我们现实情况 就是刚才说捐钱 就是配合 就是说 我们捐钱 譬如刚才Mang姐提到的 只需要每个月捐40元 就可以令到一个小朋友不用死 而40元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微小的犧牲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道德责任 香港哪里都打不到 是啊 所以问题就是说 它是建立在两个我们觉得很难 不接受的前提下 第一就是那些 因为死亡各样的坏事是不好的 另外就是 我们只需要牺牲好少 就可以阻止这些坏事发生 那是两个可以谈的前提 所以如果要反对Singer这个说法 就要反对第一个前提 就是说 其实这些受苦 这种因为死亡等等这些受苦 不是不好的事 不是不好的事 那你很难咬 一般人都觉得这个是受苦 除非你觉得我很想死 你很想死也可以 死是不好的 但如果你很想死 死对你来说就是好事 没错 所以你也没有回忆的 但一般非洲的小朋友不想 刚才掉到水的小朋友不想 所以这些惩罚受苦是不好的 你很难攻击 而第二个前提就是 如果你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代价 而且不需要做一些违反道德的事 就可以帮到他的话 而你不做 亦都是违反你的道德责任 这个位置也是不容易反对 那是Singer的说法就是 如果这两个前提都要接受 你就被迫要接受 那个结论了 我们有责任 例如捐钱方面 就是捐一部分不算多的钱 去帮助非洲的小朋友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个想法 就是有些不同的 捐钱的案件 和刚才救小孩跌下水的例子 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在我旁边浸 这个 但是在非洲 非洲 很远 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是谁 似乎很难说到 为何我有个责任去救 一个这么远的小朋友 还有我不认识的人 我又看不到他 是吧 释迦的说法会说 你这个是距离歧视 如果你想像一下 我举另一些例子 就是譬如 大家都快要死 为什么你觉得 天水围的那个 就没那么需要救 但旺角的那个 近来的就需要救 你觉得很奇怪 天水围的那个 没有那么惨 然后旺角的那个 更惨 如果你反对这种想法 现在我把距离 再拉远一点 就是本国和非洲 甚至乎 其实它可以再让一步 你不够非洲的 那我们本地都有很多 很贫穷 或者是很 没有食物 甚至乎没有医疗的小朋友 那你都可以够那些 所以我要插一句 作为新界人 整天水围和非洲类比 会引致到这个 黑板认识 非洲和天水围差不多 我这个正确就是想说 其实是地域歧视、距离歧视 没错 是不应该有的 没错 对于星牙来说 就是 其实你容易救到 距离 其实是跟你道德上 应不应该救他 是没关系的 就是 其实你也是可以救到他的 但是距离远近 只是影响到 可能你用什么方法帮他 或者你容易帮到他 但是其实没有一个 你应不应该做的 就是影响不到 是不是你的责任 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你救他的方法 比如近一点 可能你亲身给食物他 但远一点 你不能够飞飞 可能只能够捐钱 而且我们原本的讨论是 捐钱普遍而言 是否一个责任 就是如果你是近很多 譬如香港有的 我们是否因而会觉得是责任 就是有很多人 一般日常生活的印象就是 就算香港有些低下隔很多 其实香港人都 但我们都会觉得 如果你捐钱帮他们 都是一个我们的 就是所谓慈善 是 而不是我的责任 所以 就是慈善而已 但是如果 星牙这个角度是对的 喂 你救到 你就先救香港那些吧 不如是这样 但是我们是否这样说 OK 那我们再 再说多一个点 我们刚才也提过 为什么要我呢 明明有这么多 比我更加有钱的人 我们都很窮 大家都知道 那 为什么不找一些有钱的人 其实去日本旅行的很窮 没说这些 没说这些 他自己不是这样才窮 对 所以世界来说 因为他宁愿去日本旅行 都不够那些年轻 我是坏人 但是牵涉我的点 也是在这里的 就算他是坏人也好 就是他经常去日本旅行 于是不够就不道德 但是会不会 如果算下去 都是有一些 在富裕国家里面 富裕社会里面 都是 你找些百民附庸 就是要论之牌背 我们都说社会 论之牌背就是到我 哪能到我 是的 会不会是这样想呢 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想有些比较复杂 就是 首先就是 实际上就不是所有人都会做 如果所有人都会做的时候 那可能每人捐很少 但是由于实际上 不是所有人都会捐 所以 但是 等救的人也很多 所以 就可能 如果那些有钱都不肯捐 你就要捐 用回刚才那个年轻浸浸的例子 假设你今次走过 接着你见到旁边有个游泳建杖 他比你更加有能力救过那个年轻 但是他不够 然后你会不会跟那个年轻说 那又更加能力的人 他不够你 所以我不够你了 拜拜 我去打火鍋 你会觉得 不是这样 他不够 但是你也有能力救 那你应该够 就是两个都应该有责任 两个都应该有责任 但是如果他不够的话 那你又能够救 而你的起床仍然是很少的 例如40元 那你仍然有责任 所以可能是按比例的问题 就是比例上你责任 可能会比较少 但是 你也有你要负的责任 在这个角度来说 你也要救 虽然可能如果他出了手 就是什么情况 出了手 世界已经很好了 那可能不用了 但是正常不会 他出了手都不够 那你也有你那部分的责任 还有可能很简单 就是有钱都捐多一点 你捐少一点 因为你比较窮一点 例如你捐40元 他可能要捐400万 但是你不能够 于是乎你一元都不捐 40元都不捐 用同样道理 因为有另一个看法 就是 不是啊 我一个人捐了 于是无保 就是我一个人做 世界有那么多人一起联手 才可以 要我们联合起来 才可以做到事 只有我一个 不够 救不完 既然是这样 不如就算了 其实用浸亲的男人来自 是不是一样的说法 你这次又再走过 你见到湖里面 有很多个年轻 你肯定你救不完 但其中有一个比较近的 他跟你说 你救我 然后说 我救不完你们 所以我一个人都不够 拜拜 就是救你不公平 是的 你又会觉得 不是啊 那你应该够多少得多少 而不是 于是乎一个都不够 就是这样 我也想说 我去日本旅行 都是日本那边太多天灾了 所以去那边振兴一下当地经济 你先振兴一下我经济 本地经济也要你振兴 我家本地经济 还需要你振兴 我家也要 还有一个问题 我知道这里 就是有些人说 但是他们的 现在这样的惨犯 不是我造成的 既然不是我造成 为什么我构成 我的责任 要去帮他们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一般来说是我乱的 我做了些事情 对他们不好 他们有问题 我来救他 但是现在似乎不是我造成的 那为什么呢 他们天灾 不关我事 是的 究竟他们因为天灾而受苦 是否真的不关你事 其实你在街上走过 看到个小孩跌了下水 都好像不关你事 在这一节 我们就讨论了很多 义务和捐钱的问题 下一节回来 我们会讨论是否真的不关你事 欢迎回到第二节 《哲学有解谈》 上一节我们就说到 如果那些人受苦的情况 其实是因为天灾 或者生于一个不幸的环境造成 好像说到我们没有责任 但是Sapson对于这件事 就有些看法 我觉得很简单的回应就是 两点 第一点就是 他们的惨况不是我们造成 就不代表我们没有责任去救他们 第二点就是 再进一步就是 其实他们的惨况 我们是否真的完全没有分造成 其实就未必是的 所以我们先讲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 又是用刚才那个小孩跌下河的例子 的而且确 那个小孩就不是你推下河的 你又再想像一下 这次你又走过河边 那个小孩又向你求救了 然后你跟那个小孩说 对不起 我趕着去吃火鍋 而且不是我推你下河的 所以拜拜 我找回推你下河的那个人 冤又投资又主 你找回推你下河的那个 你觉得这样答对不对 我们会觉得 他这样夹是一个很冷血的答法 因为你只需要正式件衣服 就可以救到他 所以这个讲第一点就是 就算不是你造成的 但是你只需要牺牲很少就可以做到 这个仍然是你的责任 第二点就是 是不是真的完全不关我们的事 有些学者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的贫穷国家 那些积民和积荒的出现 部分地 不一定是全部 至少部分地 是我们富裕国家 对那些贫穷国家的经济抹削 例如那些血汗工厂 不一定是在大陆的 非洲有很多 例如那些可可斗工人 大家上网可以看到的例子 那就是说我们经济抹削 是令到他们贫困 甚至受苦的间接原因至少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说你是有份伸一脚的 你不知道而已 你不知道而已 是没有关系的 是的 那既然如果你是有份伸一脚 推去落河的话 那你救回它 又更加是你的责任 所以基本的回应是这样 嗯 这个时候我估计我们要搬出这一集 大家有看这个title 这个题目就知道 我们除了说外童习 还有一个很山痞 大家可能没听过的词语 就是超义慕 什么来的呢 就是其实有些哲学家 关于刚才的题目的讨论 就会觉得 星娅这样说 似乎好像表面上是合理的 但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分 就是我们有时在道德领域里面 其实有些东西 那些哲学家觉得 有些东西是我们的责任 的确是我们的责任 这有很多例子 例如你不可以不为其他原因 在杀人 我们不能够这样杀人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遵守这个原则 但有一些部分 在道德领域里面 就不是我们一定要 要负责任 而有一些 你不做 你没有错 帮你做了 就是有道德价值 值得被赞赏的 一些东西 我们叫它的名字 超义慕 因为刚才那些责任 是义慕 我们一定要做 这些叫超义慕 就是超越我们的义慕 但是呢 同一时间 是一些道德上是好的 做了是值得加去的 于是他们就会说 其实捐钱呢 更加合理的理解就是 它不是我们的义慕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责任 和我们不应该随意杀人 是不同的 反之呢 是一种我们叫超义慕的 就是它道德上是好的 是好的 但是呢 做了便值得赚 但是不做呢 也不应该因而被人说它是错的 这个也很符合我们一般的道德直觉 就是我们似乎在道德直觉上 就是觉得 道德领域呢 是分两种东西 有一种我们不能不满足 不能不遵守的 叫做道德责任 叫做义慕 另一种呢 就是做了是有好 是有价值的 不过不是我们的义慕 那我们可以给一个名字叫超义慕 当然 如果你相信星加 你就会觉得至少在刚才捐钱的案子 就不属于超义慕 是义慕 所以也由于这样的立场 所以星加是很多人攻击它 觉得它这个太极端了 这个想法 你相信一下 平时我们会说 你竟然肯捐钱去救一些贫富的贓民 你真的很伟大 但是现在如果你相信星加的说法 你就会说 你捐钱一点都不伟大 因为这个是你的义慕 反而反过来 你不捐钱的话 你是一个冷血的人 就像刘軒那样 他很有爱的 你不知道 他很有爱 虽然他也很冷血 所以我猜这个是那些 哲学家如何反对星牙的 很重要的论点 就是如果这些传卖站 我们其实不值得 道德上加许人家捐钱 你想想 第一个你觉得 甚至很多东西都不值得 道德上加许 甚至说得更好 没有任何东西 道德上加许人家捐钱 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那些传卖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说得更好 那我们回去捐钱这个案子 如果有些人说 你的贫困和你的惨犯 是我有份造成的 是我们剝削造成的 那这个当然你有责任 我觉得应该要违反这个案子 就是那个案子 如果是不关我们 真的不是我们 真的不是我们造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责任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奇怪 就是你负责任 我就正如 你没有杀人 都没有赞你 好聰明 你又没有杀人 谢谢 你又很乖 没有说大话 如果有责任的话 我们是不应该赞他 是他做错 没有负责任 我们要骂 或者说他不对 但是 理所多言的事 为什么要赞你 但是捐钱不是 捐钱 甚至我们觉得值得加他 而这个区分 在我们的道德世界里面 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 而星牙这个理论 就令到没有了这个区分 那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严格地来说 星牙不是没有了这个区分 他只是捐钱 不属于这个区分里面 但是我们姑且 就不要管那些支持星牙 说回捐钱这个案子 我的直觉是比较接近星牙 我又觉得捐钱 你很难说 是超义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回忆回刚才的论证 就是 那两个基本的前提 你都是很难反对 大家都知道 或者大家都相信 那些因为缺乏糧食 吃水而死亡 是一些坏的事 然后我们都同意 就是 如果你犧牲很少 就可以令到这些坏事 不出现的话 似乎你真的是一个责任 你去做 如果你回应不到这两个前提的话 你是拗不了这个是超义务 所以回应星牙的例子 就是 反对前提2 这些交回 没错 星牙的前提2 就是说 如果我只是付出很少 又不需要做一些 其他违反道德责的事 我就责任这样做 没错 这些人就觉得不是 有些事情 就算我只是付出很少 而且可以帮到别人 又没有违反道德义务也好 但这个不一定是我的责任 可以只不过是 道德上有价值 只得加许的一些超义务 但就不是我有责任 不做就犯错 但这个位置有责任在你身上 因为星牙已经说清楚 它的理由 为何它是义务 但你就说 其实不是义务 但你就要解释一下 你不能够说 因为我们觉得它 或者我们接受 有一个不是义务 而有morely good的事情 就是超义务 这个位置的区分 但我为何要接受这个区分 你不能够单单就指出 我有这个区分 就是一个理由 我猜一个很快的回应就是 道德领域里面 我们会觉得 我们想一下 为何我们觉得有时候 有些位置值得加许 原因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 如果那些是道德义务的话 某个意义来说 我是没得选择的 因为是道德义务 我其实是一定要遵守的 就例如杀人 是的 我选择我会遵守 不是杀人 杀人是不对的 不应该做的 是的 以防港台出不了街 对 对 对 但一个点是 我们正正是觉得 这些义务 其实我没得选择 因为我一定要遵守 而是为什么 这个位置 我们不会赚他 因为你没得选择 你是不是要遵守 但是我们会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考虑 就是 如果我们有些事情 我们有自由选择 做不做 没有一些规矩 要求我们要做 如果竟然都选择 去牺牲一些付出的代价 去做什么 你更加彰显到那个人 你可以说一方面 很得性 对 另一方面也显示到 这件事 为什么有道德价值 因为我自由选择 我作出这个牺牲 而我们正是觉得 在捐钱这个位置上面 如果那些事情 不是直接关我事的时候 就算有些事情是好一点也好 我估计你的想法就是 见不到为什么这件事 直接落在我的头上 就是我的责任 所以某意识上 可能他们会觉得 跌落水的案子 和这个案子 不完全一样 不可能去到这么仔细 就是 起码他们会觉得 这个案子是我自由选择 做不做 才更加显示 这件事的道德价值 就是在哪里 如果我要补充 我就觉得纯粹讲自愿 的话 它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但无论的条件 例如 有个善长人用 它很自愿地捐钱 假设我先当捐钱是超义无线 那是不是就代表 它很有道德价值 未必 为什么呢 你想想一下 原来那个善长人用 之所以捐几十万出来 去救那些贫民 或者积民 是因为他想出名 他孤名钓鱼 在这个案子 你都会说 其实他的行为 是没有多德价值的 所以除了自愿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 多一个因素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不是出于 一个良好的动机 如果他自愿 但是出于一些 不良好的动机 就算他做一些 超义务的行为 都不见得是有多德价值 可不可以和责任有分别 责任 我们会问一个人有没有责任 去做某一样东西 不应该杀人 不用看他有没有良好动机 我真的不想杀人 那就不应该杀人 但如果反过来 那就不包下去 就不会这样想的 还有我想说 例如刚才说捐钱的案子 如果捐钱都是责任 那就和赔钱好像没有分别 赔钱 赔钱 如果捐钱都是一个责任 就会觉得捐钱和赔钱 其实没有分别 但我们平时觉得是有分别的 赔钱不会赚你 赔钱很聪明 不会 Singer的说法 就似乎 和我们平时的道德经验 就差很远 但我觉得捐钱和赔钱的 另一个分别 就是赔钱是因为 你首先做了一些错事 所以你是 尝还 可以回应你刚才说 可能某些人的贫穷 是间接都是我们自己的组成 但是你捐钱 他完全的惨犯 是不关你的事 所以你不是尝还给他 你是真的出于良好的意愿 用回刚才说的 出于良好的意愿 来自愿牺牲 来拯救其他人 所以两个案子 很重要的分别就是 我们觉得尝还是理所当然 但是出于自愿良好的意愿 原来牺牲自己 就不能强壁 我想弄清楚一个问题 刚才Samson就说到 如果一个捐钱的行动 不是基于goodwill 就好像没有了一个道德价值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超义务 其实好像是说 捐款这个行为 是不是一个超义务行为 但是你说goodwill 就好像说到 已经不是再说行为本身 不是一个行为 说人的意愿的问题 我估计区分可以这样做 就是那个goodwill 有时喜欢做什么 善的意志 或者良好动机 这些 说这个超义务有没有价值呢 这个行为 就包括了这个 其实我很敢说 这个行为算不算是 做一个超义务行为 是很取决于 这个行为本身 是否出于 基于一个良好动机而做 我想有不同的 走家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一个可能自然而言 会有的看法就是 其实如果你捐钱 即是沽名钓鱼 某些上你不是一个超义务行为 因为你做的动作也是捐钱 但他不是出于良好动机 所以他不是超义务 又因而 不会是道德上有价值 不需要称赞 或者简单来说 你定义超义务行为 不是纯粹由于 只要你做了一些 不属于你义务的行为 就自动等于是超义务行为 要是既不属于你的义务 并且他是出于良好意愿 并且他是自愿的 值得称赞 即是值得称赞的超义务 所以我认为很快 很简单的分析 就是 星牙和我们的讨论 就变成了 星牙就会觉得我们的直觉是错的 就是我们觉得其实有得 所谓的超义务 但是超义务的人觉得不是 有些是超义务的行为 是我们值得称赞 而不是我们责任那么简单 而星牙就说不是 是应该要改我们的直觉 我们刚刚引入了 超义务这个概念 下一节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有没有更多超义务的例子 欢迎回到第三节节 《学有解谈》 我们刚刚讲完超义务 你们觉得有没有其他超义务的例子 我觉得 我们刚刚说了捐钱 捐钱就是一个 平时我们觉得是超义务的 但是Sanner有提过Peter Sanger说不是 我想提另外一个 平时大家都觉得不是超义务的 应该有很多人反对的 就是我觉得让做是超义务的 就是你看到你在巴士地铁道有人 你觉得他有需要 然后你站起来让个位置给他 我觉得这个是超义务来的 这个不是你责任 你没有责任养给他 但是你养给他 很好 值得称赞的 很感恩的 我常乘搭巴士 无论人养座被我 以为我是孕婦 哈哈 快点松下心 对了 你知道我 尤其是这个题目 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在香港 或者在东亚地区 因为在我们这个地区 特别多有一个叫 香港的关外座的概念 跟让座也不同 不过关外座 因为很多公共政策里面 是很相关的 究竟我们应不应该 在交通工具里面 设立关外座呢 尤其是很多人觉得 设立关外座 就是本身 有些人这样看 让座是义务来的 所以就直接大大截寫出来 提醒你这个义务 是要让的 有些人会是这样理解关外座 当然关外座就引申了很多 社会上的讨论 上的批评 不敢坐 叫批斗座 是的 叫做批斗座 坐也又不让 甚至到后来日本 牽涉很喜欢日本 很熟悉这个 现在日本就成兄 不敢坐 或者坐了不让 不让 日本就是坐了不让 不让 不让 之前试过有一件案子 就是有个日本老人家 拿一把刀刺 一个年轻人 是因为 一个年轻人坐在关外座上面 不肯让 所以一个老人家 拿出来刀刺 因为不知道是批斗座 或者争斗座 争斗座 争斗座真的有刺的成分 不过我们今天讨论 就是不是关外座 是让座 这个行为 这个位本身是普通位 因为关外座的问题 就是複雜很多 第一就是应不应该撤立 那会有其他问题 比如我根本就不知道 哪个有需要 虽然有很多公司推过那些贴纸 贴纸 贴了我有需要 也有很多问题 就是我怎么认同 怎么找到呢 他们是否会 贴纸贴纸 对 尤其是很多需要看不到 那是很复杂的 那就先割下 就不是说关外座 我们今天真的真的讲 其实我们本身不理 关外座应不应该 设立得好 是不是人有责任 要让助呢 对 那阿軒就觉得是没有责任的 没有责任 但是是一个超义务 是超义务 但是为什么没有责任呢 OK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位是有限 所以呢 这些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但是如何分配资源 就是这个座位的分配呢 那似乎大家现在用的方法 都是有一种 就是先到先得 我给的例子就是 类似就像去排队 卖演唱会票那样 有人排得前过你 有人排得后过你 你之后来的 未必能买到的 就等于未必有位置坐 那可能你是有需要过 排前面的 你很想看 前面的其实不是很想看的 可能他未必懂得听 但是他站在那儿 不知道买来做什么 就是买给孙仔看的那些 好像没有电影里面说的 通常都是黄牛 是的 他未必有需要的 你可能很有需要的 你跟他说 喂 我很有需要 有这个位 你有责任让给我 他说 神經病 我比你早来的 我觉得让座都是差不多 你既然坐在那儿 你先到先得了这个位 那个位就是你的了 你可以让个位出来 排队可以让给你的 让给你当然好 但是你不可以说 你一定要让 这个是你责任 说不通 先到先得了 在地铁的案子 就是 先走到那儿 坐下的那个就赢 是啊 所以你看到 地铁的政策 一开闸的时候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案子 假设你和一个孕妇一起走进去 你一定走得比孕妇 你一定走得快 孕妇 由于那个年轻人 走得快一点的话 他坐下来 于是孕妇就要站 我们又会觉得似乎有些问题 所以 纯粹的事 他可能有一个很直接的回应 由孕妇之所以大肚 其实 他自己这样的身体状况 不关他事 是不关他事 是不关他事 如果关他事 他一定要让 是不是 其实 不是我令到他处于这样的身体状况 为什么他要牺牲他自己的一部分 去让到 用回刚才那个例子 就好像刚才那个年轻人 掉下水的例子 不是你踢他下水 但是他现在等着你救 那你不能够说 不关我事 所以不是我搞大你的肚子 所以我没有必要让给你 不是 我们同样的 我同意 先到先得 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但是不是唯一的考虑 就是我们除了先到先得之外 可能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例如按需分配 就是有没有人有更加急切的需要 譬如老人家或者孕妇 我们会觉得虽然 你是先来的 但是由于你站下是无所谓的 他站下可能会对BB有影响的 假设 所以在这个案子 我们会说你是有责任给他 我想拉回刚才阿轻说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展唱会的人都很合理 没有你说我喜欢看他多一点 我对他的爱是大一点 所以我需要大一点 所以你有责任让个位置给我 让我先排斥 我觉得这个案子 和刚才让了位置的案子 有点不同 是不平衡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位置是哪里 就是刚才那个是讲享乐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道德讨论里面 往往有一个 很多人都觉得 似乎合理的原则 就是避免痛苦 是比增加快乐的 因为很简单的 就是刚才那个 是纯粹是因为 我所谓的需要 是我比你快乐 但是你快乐过我 不等于这个 是很重要的考虑 但刚才的位置不同 如果任父或者其他需要的人士 你不让我位置去坐 他是会受更加大的苦 而我们避免受苦 似乎有更加大的道德上的考虑 其实可以再讲一个区分 都是关系的 就是我们说有些事情 是你的基本需要 有一些就是一些 额外多余的向落 奢侈品 奢侈品 那我们说 你看不到演唱会 对你的生活 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我会很痛苦的 可以你不计 如果你真的这样 我会给你 如果你有病 我最开心的 你要给你一个理由 我认为这个是 你的人生的基本需要 所以不要被你炸了 基本区分就是 有些是基本需要 有些就是奢侈品向落品 我觉得奢侈品向落品 你没有了都没什么所谓的话 或者对你影响不大的话 可能跟回先道先道就可以了 但是比如 我举个例子 刚才让助给孕妇的这个案子 可能对她的健康有影响 或者对她的胎儿有影响的时候 那这个是安全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一些基本需要 那我们觉得在这个案子底下 就需要的程度 是可以大到掩盖 或者是超级了 所谓先道先道先道的这个原则 就是网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回应 她为什么不搭的士 或者我可以想一个比较適合的 或者我想一个比较適合的 就是呢 其实在台湾是有一些对号的列车 他们需要多些钱 也都可能要早些上网去 搶票 拿些位置 但是呢 当你准备好 给了钱 你去到的时候 然后发现旁边有一个老人家 或者一个孕妇 他在旁边看着你 那就是想你让助 你觉得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责任 要去让助给她呢 我想两个案子 第一就是 你为什么不搭的士 你这个呢 那我就立刻简单回应 那是不是真的窮人不可以生孩子 那我真的没钱搭的士 我真的要搭地铁那怎么办 这是第一 反而我觉得你第二个案子受罪 就是现在反过来 这也是所谓关爱座 被人批斗的原因就是 有一些所谓网上的人叫废老 就是 似老卖老 似自己大肚 似自己年纪老卖 就站在旁边用这个 道德勒索的眼神 然后 你还不让了 你醒目 我拍片的了 是的 那是另一个 就是另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 就算我有责任 代不代表你可以用一种 这样的态度来勒索我呢 那这个再更多一些 其他理由的考虑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 就是另外一些新的点 第一就是 如果 首先回应Samson 第一个点是 喂 我穷没办法 就是我迫着他搭火车地铁 那我搭不了的士 那怎么办 但是我估这个点是 有些人觉得 如果 就算他是有钱人也好 他搭了火车地铁 你也是要让给他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局限在这个讨论里面 就是 假设他是有能力也好 我们是否有责任 如果他在那个位置出现 就是如果 某些人会觉得是有的 那是不是有呢 那我这个是有趣的 第二就是 刚才那个 Aman 讲的一个 台湾的例子 不仅仅是那个道德勒索的问题 更重要就是 因为不仅仅是先到先得 是付出了一些 我买了那个位置 是不是你付出了额外的代价 付出了额外的代价 我付出了额外的代价 我付出了某种对号列车的票 就是是mark了位置 而且我是要抢票 甚至很多时候 那这个就会变成 我觉得是和 刚才那个Singer 有小孩掉落水的位置 或者那个坚持的例子 是有接触到的地方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人觉得 我本身拥有我的资源 我能赚到的钱 我努力找回来的嘛 所以我没有责任要捐给你 我的钱不是你的钱 说明为什么有些人觉得 在捐钱的案件 我没有责任捐 因为那些钱是我努力 我付出了找回来 所以不是你的钱 是我的钱 所以我不需要捐给你 我捐给你 是迟前的工作 是超义务 但是呢 于是这个就像刚才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案件 我给多些钱 我给多些钱才有那个位置 我抢回来 但是呢 在阿谦最初说 就不同了 先到先得都是 我凭我的脚骨 我意思是 可能也有少少的努力 但是那个努力 就太过小了 可以很努力 回头去 可能是 但是 我觉得比较像 就是 对比起你赚钱 对比起你赚钱 很明显是 你努力而获得这个位置 结果的付出力 其实不是这么大 比较像 比较像 是随机分配 就是你刚好 譬如你刚好上一把车走了 你就排第一 那你就可以拿到位置 或者你去到刚好 那车刚好走 你排第一 这个原因下 拿到位置 好像是比较随机 跟你 譬如有个例子 我上网抢了一张票 或者我真的要给多些钱 买对好列车 又或者 真的我努力找钱 所以有多少钱 我找回来 是不同的 这件事我想回应的就是 在这个案子带回来 我来说 似乎 就算捐钱是超义务 也好 你刚才先到先得那种位置 似乎没有那么超义务 因为比较合理 是要按税分配 因为你都是不值得 不值得拥有那个位置 你都是比较随机拿到的 所以似乎 我觉得比较多些理由 这个位置是要按税分配 而不是超义务 我不知大家怎样看 不过我都会觉得 只要看你怎样定义 我都会觉得是先到先得 就是需要 即是跟排队一样 我都是坚持这一点 阿軒 我其实同意 先到先得 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原则 但不是唯一的原则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在地铁上 看到一个人很生病 很辛苦 虽然你是先到他 坐在那个位置 但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 其实你仍然是有责任 要让给那个很生病的人 所以我认为整个制度的安排 不是先到先得 就是唯一最好的安排 我们反而要退后一步 想一下制度 应该怎样安排 才是最合理的 先到先得当然可以其他考虑 但是不是唯一 会不会有机会 是有其他考虑先 剩下先到先得 哪一个合理制度的安排 这是我们要谈的事情 所以我不见到先到先得 是这么绝对 刚刚的讨论就非常之激烈 下一节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是让助和超义务 欢迎回来第四节 《哲学有计讨论》 刚刚严肃说到 刘浩轩说的 先到先得 就拿到一个位置 我说过一个 就是用自己的资源 额外的资源 去拿到那些位置 其实两个案例好像有点不同 严肃可否评论一下 是的 刚才我说的点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讲香港地铁的例子 或者巴士的例子就是 其实你先到先得的 我就说 因为其实相对是比较随机 为什么那个位置是你拿到 而不是第二个人拿到 但是在另外一种例子 比如刚才阿曼说的 台湾那些买了 要订了那些火车 又或者比较迟 最初讲的捐钱的例子里面 他拿到那个位置 和我拿到那些人工 我的钱 似乎是我有付出一些额外的资源 或者努力去拿回来的 于是我就比较 我刚才的说法就是 我比较值得 拥有的资源 那个资源是属于我的 而跟刚才先到先得的案子 是不同的 因为先到先得是随机 所以你不值得拥有 于是在按需分配的原则下 似乎比较合理地 要你让出来 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但是在你值得拥有的例子里面 因为你值得拥有的 所以变成是你的资源 于是似乎比较多人觉得 你会不会捐出来 或会让给人呢 就是要你去考虑 因为是你的资源 我们无权介入 要求让出来 如果你做 就是超义务 就是值得欣喜的 但是你不做 我便不会说你违反责任 所以这两个例子 似乎就是不一样 我想指出 所以就比较是 我刚才说来反帝軒 就是軒的说法 说在香港的地铁巴士 有些让座 其实超义务就未必那么合理 因为我觉得更加合理 是义务 但是捐钱 或者台湾 买了那些对豪烈车的票 就不同了 其实这里 你让给我 你让给我 我让座 你让座 你让座 我想说 你买了票 然后那个位置是你 就似乎 这里就已经转了 不是用才行 不论 我坐在这里 我不让 那个位置是我的 这个在那个情况下 已经转了 用了不同的资源分配方法 第二就是我想指出 刚才我们的讨论 其实有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刚刚所说的 那些资源本身 是不是你值得拥有 但是刚才也提过 就是接受那个人 他是不是有这个需要 究竟他是不是牵涉他的生死 还是只不过是他的享乐 之类 我想说 让座 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需要 所以 我承认让座 跟 例如刚才捐钱 是有分别的 但是这个分别 反而可以支持到 我说的就是 例如捐钱 真的牵涉到他生死 就正如 救个小孩出个水 是救回他的命 所以我反而这样 就能够说到 比较强一点的理由 你有责任救他 但是让座 我不是救他的命 坐一坐 坐两个站 两个站 可能真的不用 不是柴湾道屯门 但是 都只不过是坐和站 不是生死 就比较少理由 你有责任去付出 一些你本身拥有的东西 一点我同意刘軒 不过如果再要回应 甚至我想再回应 严肃就是 你刚才的说法好像就是 一些你值得拥有的东西 或者是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的 例如你的钱 例如你花了时间 在网上订了那个位置 这样的话 既然是一些你值得拥有的东西 你就有比较大的权利 去决定到底是否较不较出来 而你选择不较出来 别人都不能怪责你 这个前提建基于 那样东西是你值得拥有的 但是有些职学家就会觉得 其实是否那些东西就等于你值得拥有呢 是值得移民的 举一个例子 你会说 不是啊 我很努力这样做事 然后赚了薪金 然后用来买一张票 或者我浪费很多时间上网订位 但问题 那些职学家会再问多一步 当然 有些人就会觉得那些职学家 是大外阻交 就是说其实呢 你找不找到一份好的工 你有没有一种工作的能力 或者你身在什么社会 都是不完全由你决定的 例如你说你找到一份好工 所以有很多钱 所以有足够的钱 去买一些很贵的演唱会票 但是问题 你为何找到一份好工 可能因为你生得聪明 因为你读书好 但是你生得聪明 不是你控制的 是你决定的 是天决定的 甚至乎就算我们再退一步 当你的聪明是你努力读书的成果 那我问 为什么你有机会读书 其他人没有机会读书 是因为你这么幸运 身为一个安全稳定的香港社会 有些人可能就是生活在非洲 或者生活在一些大家都在香港 可能是基层家庭 所以他进不了大学 所以找不到好工 所以有很多外源的因素 是你控制不了的 所以你能不能够说 那些钱是你找回来 就等于完全是你值得的呢? 这个仍然有很多资助家 是会质疑的 而且是随便的 没错 我明白这个攻击 因为这个批评就变成了 我最初说 你那些先到先到的座位 相对随机 相对随机 但是变成了 你那些什么天分 你在一个安穩的社会 有没有足够的商业发展空间 那些钱 你有没有这样的财能去做事 都是一个天随机 你没有很努力地 就是有些人会说 我很努力地作为一个精子 很努力地游 所以我才成功 我努力地选择在哪个社会出生 是的 就算是这样也好 你都没有选择在哪个社会出生 在哪个时代出生 你在战争出生 就不值得拥有 当然这个讨论就会比较 努力就变成了比较值得拥有的那部分 于是始终 就会觉得 起码有多多少许的资源 就是我努力地找回来 而这个位置 就不是真的那么随机 所以随机的程度 会影响到 究竟我有多少资源 我值得拥有 因而我可以决定 我捐不捐出去 我用不做给你 所以那些测游家的立场就是说 既然你所谓你值得拥有的那些东西 都是部份地是随机的 不是你决定的 所以离交运回来的那些钱 都有部份地 其实可能是应该要贡献给社会 其他随机地没有那么不幸的人 所以如果根据这个说法 它不是要你捐你整份工资 是只是捐出部份的人工 因为同意 有部份是努力拿回来 那你就拿回你努力得回来 你自己真的应得那部份 但有部份是幸运得回来 那你就有责任 拿回来来贡献这部份社会 就是这样 或者我 你是不是同意 现在是那个 金钱就是赚 这个 这个是复杂很多的讨论 但我想 你回答我 如果我继续就这样 那我先想想想 那我原本想转去说另一个 关于让座常常有的一个 你先回答我 你回答是还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是 我先说一件事 就是我怕观众认不到 很多人在街上或上网跟我说 喂 炎叔 你为什么这样想 你为什么这样看世界 或者这样看这件事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节目 是谈了 谁人有什么立场 所以我要帮忙 其实我是好人 是的 我要帮忙 展现某一个想法 某一个试图 所以我才这样想 我个人来说 其实我都是谈到 我觉得有一部份是责任 但让座就难说 我觉得 捐钱是 捐钱容易说 但一般 这就反而违反常识一点 其实我补充一句很简单 其实星加人刚才 我们说到他的结论 好像很夸张 就是捐钱是责任 但是我们要说清楚 其实他都承认 有所谓的强和弱的两个版本 强的版本就是 你要捐到一个地步 就是你捐到和其他那些机民 差不多生活状况才停 因为你都比他好 因为在之前你都比他好 那他说这个版本 是没有什么人能够接受 虽然他承认这个是正确的版本 他说他其实觉得 他自己做不到的 一位 以我所知 星亚捐很多钱出去 但是他都做不到 捐到和非洲的南盟一样 那么惨 但是他说大家可以 采取一个弱一点的版本 你想想一下 如果所有的富裕国家 大部分的人 不能够说全部 绝大部分的人 都将他的月薪 举个例子 捐4-5%出来的话 其实 第一 捐4-5% 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不是很会实际的影响到你的生活状况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一起捐4-5% 就可以大大的减低那些贫穷国家的惨况 所以他说 其实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星亚如果没有出去 是捐3分之1 我记得好像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是捐一个很大的百分比 是捐出去的 在自己的人工里面 虽然还是做不到 还没去到那个位置 他说自己 那个位置 这个有衣服穿的 所以这个是变成第二个讨论 究竟应该要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还有为什么你执行不到 那个知行不一的问题 还有你执行到什么程度 捐到多少 这个就难很多 我原本想说 第二个 因为我上网看有时候 有很无聊的讨论区 讨论关爱做 除了刚才我过 你之前说 喂 这个是超义务 他说不是我的责任 还有第二个 常常会有的讨论 就是 有些人会说 喂 你见到有些孕妇 或者有些有需要的人 你不捐给他 不要紧 你违反义务 是觉得你是一个坏人 意思是 你冷血 你见到他 你竟然没有同理心 或者甚至没有一个关爱之心 有很多人觉得人应该 应该 应该要有一个关爱之心 就是 你见到一些悲惨的人 或者需要的人 你应该要爱他们 或者关心他们 那你自然而然 就会让人 所以很多时候 所谓的批斗作 原因就是 不一定觉得 你没有遵守你的义务 那么简单 更加核心的批评 是说 喂 你没有恶人的心 你不是恶人的 你不关心其他人 刘軒一定要回应 所以很多人说 你很不关心其他人 让助是美德 美德就是形容一个人的性格 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即是你觉得美德 即是你没有美德 我没有 是的 但是 我们这样就反反显示了 这个不是你的责任 但是你也做 才能显示到你是一个好人 也不一定 即是如果是责任 如果跟着我的责任去做 这也是令我做不到 其实研书的说法 可以再说得好些 或者进一步 就是说 你有没有责任做一个好人 我也不知道是否好 因为有些人觉得好人 只不过我跟着我所有道德的责任去做 我做了所有道德的责任就是好人 这样的说法 就不重要是你要做所有责任 是的 甚至有个情感上 你要关心其他人的那一刻 而你没有那个关心 你就不会有问题 于是你就应该要让助 即是你有没有责任去令自己 成为一个更加有德性的人 或者更加关心其他人的人 你觉得有没有 看来你觉得没有 对不对 我觉得道德的或者伦理的问题 应该有两面 一边就是有没有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完成 另一边就是 你不需要完成 但如果你做到 就完美的人 所以 如果要回应我刚才的说法 就是有很多人说 其实 这是两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否一个好人 你是否一个关心其他人的人 这个当然是可以批评 一个人很冷血的批评 但是不等于 这个是一个责任 这个是不是一个道德责任 要让助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让 原因是你没有关心其他人的心 那是另一个批评 是关心你的人 是不是一个好人的问题 是没有爱 是的 评价你的人和评价 你的行为是两个面向 重点我们在说 让助是一个有责任 在一个评价行为那边 而不是评价你的人那边 是的 今天我们做了很多 关于道德义务 超义务 慈善行为的讨论 希望大家看完这集之后 会捐多些钱 让多些座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